香港知名歌手张静轩,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坦率的个性,在华语乐坛占有一席之地。 近日,他在一次公开访谈中,再次展现了自己反骨的一面,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在三教九流,品流复杂的地方长大。 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 张静轩的成长背景一直为人们所好奇,他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过去。 在这次访谈中,他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,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多元且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,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。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过往经历的深刻理解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。 张静轩的反骨言论,实际上是他对个人成长经历的一种反思和肯定。 他没有回避自己曾经身处的环境,反而将其视为塑造自己个性和音乐风格的重要因素。 这种坦诚和勇敢的态度,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和赞赏。 在访谈中,张静轩还提到了自己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自我,坚持音乐梦想。 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正在追梦的年轻人,让他们看到了即使在逆境中,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的可能。 张静轩的这一言论,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社会环境与个人成长关系的讨论。 有人认为,这是这种多元复杂的环境,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个体。 同时,也有人反思,社会应该如何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,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。 随着这一言论的传播,张静轩的人气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。 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,更是一位敢于表达自我,勇于面对过去的公众人物。 他的这种态度,为公众人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 此外,张静轩的言论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。 他不满足于仅仅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就,更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和经历,启发和影响更多的人,传递正能量。 总的来说,张静轩在访谈中的反骨言论,是他个人成长经历的真实写照,也是他个性和音乐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。 这一言论,不仅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,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深度和广度。 我们期待张静轩在未来能够继续以自己的方式,为华语乐坛和社会带来更多的启发和感动。